这个生意是 教化机是我老爸 穿下来的 来自哪里 来源是应该贪赤吧 我老爸贪赤吧 Amper之前 可以讲你搭来我都可以讲 满座了 没有了 现在的话 怎么讲 100对10吧 以前是做100块 现在做10块钱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我们靠的都是 金融波的 外州的那些 那些旅行证的 疫情越来越严重 就代购都不想做 因为他们开冒险 他们不想 因为他们要去很多地方 接触很多人 我老爸以前做专长的 所以烧钻都有很多 那里香蕉木啊 有泥土啊 烫哦 就是那个时候 只是愿意 满爽的罢了 没有想过要做生意什么之类的 都没有想 我一天就不想做 如果烧钻的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它就会把手 放在这里 使用手 呃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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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锅上 像 它 是 很厉害的 偶尔你还会收到那些六七十岁的叔叔都会来的 我几十年前试过的啊 还是一样味道没有变 他们会这样讲你会很开心 顾客他们有订我就很开心了 好像是那种十七八岁啊 好像买了你心爱的玩具那种冲动了 要早早起来弄好它 我到现在都是一样的 客户的订单就是我们一种的动物 如果真的是还要靠外卖罢了咯 自己可能在想比较东西外卖咯 尽量的话我不想做冷冻 不是讲不好 总有差别 因为你所有食物 你再烦热它的品质就不一样了 它不是罐头 当疫情开过后吧 然后再慢慢固化吧 可能会开放过分赛吧 因为好像如果没有人接 然后你找到对的人 传承下去 虽然不是自己家读的 也是算OK吧 总之这个手艺传下去 就是OK的 叫华吉是一种很老的美食 很久的一种美食 能在马来西亚 像三四十年在我们的手 可以讲稍微一发阳光大 如果你再不传承下去 好像就不见了一样的东西 无论如何都要传下去吧 无论如何都要传下去吧 算下好像有个人 是有趣的 那我们不会鳍锅 呢 有趣还是我们继续 这边算下来 所有人都要传承下去 就是吧 这是 kısa 的人 是 无论